马上我们要来关心就是昨天晚上登场的柯照会 台北市长柯文哲有如谈判高手 用心理战让整个谈判桌像是一场赛局 柯P不但晚到之外 途中还霸气离席 最后甚至对赵腾熊说 你一个赵腾熊 现在给社会的观感就是十个夜市文 终于是取得了台北大巨蛋重新议约的胜利 柯市长会见赵老板桥蛋谈判过早九十分钟 过程曝光 两个人见面 柯文哲迟到了超过十五分钟 外界解读就是要给赵腾熊一个下马威 那通常医生约跟病人约好时间 病人要先坐在那边 医生再走进来 所以换句话说呢 你可以看到谈判的过程当中 我可以比较晚到 这是一种展现权力的方式 心理战第一回合 柯文哲先持得点 没想到赵腾熊祭出哀兵政策 不停碎念大吐苦水 抱怨因为成本上涨 该大巨蛋都没赚钱 这时候柯文哲听不下去了 大手一挥说 好啦好啦 现在讲这些都没有用 有结论 再来叫我 据说两个人谈了还不到十五分钟 柯市长就铁青着一张脸 转身离开 柯P突如其来离席这一招 赵腾熊显然很错愕 这一走就是半小时 柯文哲再度回到谈判桌 已经是九点三十三分 马上开门见山提出大巨蛋 重新议约的要求 还告诉赵腾熊说 现在时代不同了 社会观感就是 你一个赵腾熊等于十个夜市闻 谈判里面谈到赛局理论 在想的是 我们的互动当中 怎么样我可以找到最有力的 这样的一个策略 踩住谈判底线就是要重新议约 柯文哲摆出硬姿态 阵仗有备而来 带上副市长邓家基 秘书长苏立琼 以及法务局长杨芳如 和远雄的谈判团 刚好形成九人对九人 确保气势不屈于下风 就柯文哲来说 他很明显 他了解目前社会 想要改革的声音 所以 而目前赵腾熊又站在一个 在社会形象上比较不利 因为他刚好有官司缠身 柯文哲这一仗打得漂亮 不只让财团大老板明白 以后乔世晴就到市长谈判桌 再也没有愚赤鲍鱼宴 也让外界看到他 谈判高手的新形象 东森韩新新闻综合报导